我认识呢 好了 我们接着上课 今天请大家看结构的第二部分 Each of the funny sentences has four parts in the mind and marked A, B, C, and D 也就是改错 看哪一个错了 第十一个 It was very late to save the drowning boy as he had gone down for the third time 所以已经很晚了 什么事情呢 就是去救这个 drowning boy 就是快淹死了这个孩子 为什么反而呀 因为他已经沉夜去第三次了 估计救上来也够呛了 这个地方什么错了呢 如果表示什么东西已经为时过晚了 过于怎么样了 不如你very 表示否定的概念的时候 就把very改成什么 改成to 比如说你这个天啊 太热了 你就说it is too hot 就是呢 达到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 这种锁定的概念是to 这是a Shot I can't help to think it would be fun to play such an exciting game with them 听shot应该比较简单了 只要你知道 cannot help 应用法 自己无论过什么事情 you cannot help do me such thing 所以呢 你就把a to think 改成thinking 我竟然就要想那像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什么样 跟他们打一场这么有意思的比赛 she said Joe said his mother would buy him a 5-speed racing bicycle for his 16th birthday 你还说他的妈妈要给他买一辆什么样 5-speed 5-变速的赛车 Racing bicycle 5-变速的 10-变速的几 给呢 他过16-速的生物 这个也请大家看一下 地量是没有问题的 多大岁有生物也用的是叙速词加个th 问题出现在是第几个 第二个 比如说了 当中间有连字符的时候 后面的名词就不用符数了 你把那5-speed 后面那个s的去代就可以了 比方说一个十岁大的孩子怎么说 10加连字符之后 10-year-old boy 有连字符的时候一天什么 14-by reading the directions carefully some mistakes in the examination could not be avoided 这个里面的错误就不太容易看出来了 你看他说通过阅读这个directions就是这个指令 通过仔细阅读它的指令 有些错误在考试中的错误是 could have been什么意思 我们已经讲了几个和过去是完成的呢 比方说第一个是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是对过去所发生事情的肯定的推测 然后刚才呢又学了一个seed 或者是 to have done something 是你本应该做什么事情 你却没有做 而这个呢 c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是什么 你本来可以怎么样的 但是你没有做到 就是说考试中的一些错误是 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你没有避免 这个地方呢 你想一想 主句的主理是谁呀 主句的主理是mistakes 是错误 而前例说 reading是谁读啊 是你读两码事 不是你的主理 所以呢 在前后主理不同意的情况下 不能用这种形式 你就得把它改成一个从句的形式 比方说if you had read the directions carefully 就可以了 或者呢 我们把这个句子全改了 怎么改 reading the directions 是你读的 所以呢 你就可以说 you 对号 I mean you can avoid some mistakes 这样也可以 就是前后主理必须是这种情况下 才能用reading 否则呢 你得把这个主意引出来是 if you have read so of the two lectures the first was by far the best one part of the course the person who delivered it had such a pleasant ways 在这个两个演讲当中啊 第一个 by far 是印在比较机 和最高级的请命 表示什么什么得多 这个文好得多了 是最好的 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人 什么人呢 deliver这个词看一下 deliver原来是送的意思 送货 送信 送报纸 我们在后面还会见到它的用法 而这一是指做演讲 因为做演讲的人呢 声音非常好听 such a pleasant voice 没有问题 这里面的错误呢 就是大家受到汉语习惯的影响 而这两个哪个好 我还觉得第一个是最好的 但是在英语中 两者间比较 是不可以用最高级的 两个只能是比他好 用比较级 你把这个bass改成什么 当然就可以了 两者比较 不能用最高级 用比较级 分过来就是6D The chairman proposed that every speaker must limit himself to 15 minutes Terman是什么人呢 主席 proposant 前面说了 他一直是提议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后面如果加but 引导 我比你同意 要用虚拟语器 主语加shed 加动全形 不信的是 他这里面的b 用的是 must 那么你把must改成 shed 或者直接把must给他 去掉就可以了 主席提议说 每一个演讲者都要把自己限制在15分钟之内 演讲不可以超过15分钟 这是precoce的用法 17 What is troubling me is that I don't have much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e trouble 对此让某人感到烦恼 感到困扰的 让我感到烦恼的是 我也没有太多的经验 你放那样 国际贸易 没有太多的经验 那么 A that 引导主义从事是可以的 但是呢 它后面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就是把它去掉之后 这个句子是完整的 你看 如果把A里面的what去掉 那就是 it's troubling me 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所以呢 问题就出现在A上了 另外我感到困扰的是 引导主义从事 还有一个词就是 what 把what改成what就可以了 what在从事中充当主义 这件事情让我感到烦恼 什么 when I got to the cinema the film had greatly already started I ought to get there earlier 当我到达 对应用的时候 get to 到达没有问题 B 呢 had already started 已经开始了 也没有错 因为呢 是在我到达之前就开始的 过去过去 用过去 完全是 B也没有错 C out to 就相当于哪个词啊 相当于 should 应该 get there 我应该到那 get也没有错 为什么呀 there是负子 不要说get to there 不用再to out 它是负子 ear 早点到 那么问题就出现在 C上 它实际上 它实际上有没有找到 没有 我本应该早点到 但是我没有做到 但应该做到的事情 怎么说了 up to have 然后再跟随过去 跟词 那就是up to have got there ear 应该是这样说的 十九 十九 After criticizing our proposal in every detail the director want telling us that there was not be personal in his comment after 后能加 对名词 没有错 在做完什么事情之后 拼凭了我们的提议之后 对也没有错 第一个 detail 就是详细的 进一步的强调 every detail 每一个细节都非常详细的 把我们的这个批评 又提议了 给批评了一通之后 director 就是负责的我们主任 指导者继续告诉我们 说 there was nothing personal 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 在他的comments 评论里面 意思就是 我只对事 无对人 就是认识而已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想问问大家 go on 后面呢 可以加两种 一个是go on doing something 一个是go on to do something 都是表示接着做什么事情 doing 是假的 前后做的是一件事 我在读书 休息五分钟 接着读 就是go on doing 而go on to do呢 是假的 前后做的 不是一件事情 我在读书 读了五分钟 休息一会儿 我接着去看电视了 你得go on to 所以你看 前面是批评 后面告诉我们 我这件事情 是就事 认识 不是一码事 你不能说go on telling 而是go on 什么呢 to tell 前后不是一件事 是go on to do something 就像我们说stop to do something 是一样的 是停下 现在在做的事情 去做另外一件 最后一个二十 Johnny was not barely able to walk without enough because of the bad injury in his left leg Johnny不能够 barely 问题出现了 barely 今天已经见过一次了 是吧 他的同一词 就是heartly 本身就是否定的 几乎不 所以A里的not 去掉 他几乎不能走路 如果没有别人帮助的话 因为 他的左腿 伤得很重 bad injury 把A里的not 去掉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文心天空 讲述的是Helen Keller Helen Keller was born a healthy normal child in Alabama in 1880 出现的时候 是什么 healthy 健康的 normal 正常的孩子 跟别人都一样 However Ignus accompanied by a high fever struck her 然后呢 Ignus 疾病 那么疾病前面 对G有一个什么呀 说了一个观词 还是原因开掉 所以我们用 A N 一次 B An illness Accompanied 当然是在什么 陪同之下 也就是 但随着一次高烧 这样的一次疾病 struck her 就是袭击着他 得了一次这样的病 She was still an infant Infant 是婴儿 那么前面是 得病了 后面是婴儿 所以你把第二个句子 变成重句 是一个什么样的重句呢 时机 重要于重句 那就应该是 明白 当他有一小孩的时候 得了一次病 办理学的高烧 结果怎么样 Living Living呢 不是离开啊 而是使某人 出于一种状态 谁能怎么 Death 容了 Blend 眼睛也瞎了 那么是谁容了 是他 所以第三个呢 是her 做逼语 使他出于这种状态 又容又瞎 然后呢 to speak 会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 就是不能够做什么事情 是and able to do something unable to speak for little Helen the world was cfinitely dark 对于沙海伦来说 这个世界 突然间就变成了什么呢 dark 黑暗的 看不见了 flighting 非常恐怖的 这么一个地方 那么第六个呢 应该是个地方 第五个前面 确实是 贯词 是 dark 第六个呢 我觉得完全可以贴ward 或者可以贴什么 face 一个地方 所以呢 对他 这个世界就变成了黑暗 而恐怖了 she reacted becoming wild and stubborn react 是做出反应 那么点 还受到这种打击 所以他的反应就是 变得了wild 是一种狂野的 皮肚 暴躁 而且是一种固执 你想想 doing 前面你加一个什么样的词 才能是doing 通过做某事 来对于他现在的遭遇 做出的一种反应 通过 应该是 by by doing something 比方说 他对我的提议的反应 就是笑了一下 怎么说 she reacted to my 我的提议 pro puzzle by smelling 就可以了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手段 做出反应 sever years 几年之后 怎么说 如果这个空 在sever years的前面 那就是 after several years 在后面 就是sever years later later a miracle came into Hallens miracle是奇迹 它的什么中 发生的奇迹啊 Hallens 什么被改变了 生活被改变了 那个是life 第九个是life 他身后中发现了奇迹 就是什么呢 when Anne Sillivan a strong and loving person became Hallens 就是当 安妮 是由非常坚强 而充满爱心的人 成了海伦 是什么呢 我们叫是他的老师 teacher The Sillivan's teaching changed a nearly savage a responsible human being 那么 Sillivan 老师 他的教学 改变了一个 什么样的孩子呢 几乎是 savage 非常野蛮的孩子 把他变成了一个 responsible 负责任的 成人 human being 把什么变成什么 应该是change into change into 除了说change into 还可以说turn into 变成什么 我们大家知道呢 是不是 Hallens Keller 学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呀 是water 怎么学的呀 他就领着 Hallens Keller 到他那个水井那 然后让那个水啊 从那Hallens的手上流过 然后反复的 在他手上 p-w-a-t-u-r 然后这个孩子呢 突然间就动物了 知道从手上流过 这种凉凉的 液体的东西 就叫做w-a-t-u-r 这是他写的第一个词 是这么来的 我们后面的文章 还会讲到 语言的作用在于什么 就在于呢 语言是有什么 是个符号 比方说w-a-t-u-r 它是个符号 它的意义在于呢 你看到w-a-t-u-r的时候 你在脑子里面 就会想到 水是在符号 和实际事物中的 一种联系 这才是语言的作用 第十二个 Her help Hallens Keller 那么在他的帮助下 用什么这些词呢 应该用的是 with 或者 用through 通过 都可以 在老师的帮助下 Hallens Keller to communicate 能够交流了 可以用两个词 learned learned to 或者是 beganed to 开始交流 跟谁交流呢 there is a runner 他周围的人 跟谁交流 应该用这词 with communicate with and as she older 所以这种年龄的增长 变老了 用一个细动词 后面加行词 older 就是 grow grow的过去是应该是 grew 所以这种年龄的增长 others benefit from her unique insights and courage benefit from 是从中受益的意思 那么其他人呢 从什么中受益了呢 Hallens的这种 do you are的 洞察力和勇气 Lis Keller in 1968 1968年 他怎么了 哎 死了 那就是 died 过去是 但是他的什么 lives on 活下去 哎 你看后面是live 所以前面就是死了 他的什么活的 我们说虽然人死了 但是呢 精神还在 哎 那就是 spirit 我记得以前 我有笑话吗 是一个领导讲话啊 说雷锋虽然死了 但是雷锋同志还活着 实际上他就把稿子念错 应该是雷锋精神还活着 但是雷锋同志还活着 然后底下人就在 切切私欲 旁边的面试提醒他 精神 精神 说说你说错 应该说雷锋精神 然后他补了一句 是还活着 还精神的呢 这是spirit 最后一句了 and lives on 他的那个精神活着 和articare in the books and in stories of people 那么精神是通过什么体现呢 他的文章 他的书和一些故事 也就是从这些中 可以体现出他的精神 应该用一个借词 你可以根据呢 倒数第二行的那个 哪个词啊 和他是一样的 in stories 我们也用in 在这书里面 文章里面体现出来 还有别人的一些故事 是别人谁写的故事啊 who were fortunate to meet her her last time 就是说这个人很幸运 在他活着的时候呢 曾经和哈文卡拉 有过交谈 他又写出一些故事 来鼓努着人们 fortunate是幸运的 说你这个真走 你真够幸运的 够幸运就是 enough 我们这家人呢 都不叫做够幸运的 因为我没有遇到过凯文卡拉 fortunate enough to meet her 在他活着的过程中 during her lifetime 表示一段期间 下面呢 我们来看 阅读理解这部语语 一共呢 是三篇文章 第一篇 passage one some people have it easy have it easy 是一个固定的 另法 意思是 过得很舒服 很容易嘛 过得很舒服 处境很好 有些人都过得很舒服了 when the kids ask them what they do at work they can give a simple directed answer case呢 就是吃了你孩子 比如说 这个孩子就问他们 哎 你们上班的时候 在干什么呀 所以这些人就可以 做出一个非常 simple 简单 direct呢 而直接的回答 比如说 i put out fires 我是畏火的 或者说 i fix six people fix this 本来是修理的意思 我修理生病的呢 就是 我是给病人治病的 非常简单 这种日语过得特别好 为什么 会还有 i teach primary school 我是教什么学的 primary 刚说完 教小学的 这样一个回答 别人自己都过得很舒服 而我就不一样了 我是个什么样 as a theoretical physicist 是个另一类物理学家 i never had this luck 我就从来没有这么幸运过 那么意思就是 我不用说 哎 我不搞物理的 别说物理为什么呀 你都讲什么东西 言语什么呀 society has come to expect many things from the physicist 因为呢 这个社会啊 对于物理学来说 欺望的太多了 希望物理学能做出 很多的发明 看下面这个花线的句子 是要求大家翻译的 it used to be that we only had to discover the basic laws of the world and supply the techniques that would power the next silicon valley 首先请来 就是use to 这是呢 理解全文的一个关键 表示过去发生的事情 过去是什么样子的吗 我们只需要找出 basic laws 基本的 不叫法律啊 这个是叫基本的 法则 这个物理的这个字啊 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行的 过去是这样 找出这个世界纪念法则 然后提供这种技术 什么技术呢 这种技术可以 power这个试用的非常好 我们的power的名字是 物量 变力 动词就是对 什么提供文动力 那么我们提供的这种技术 就可以怎样了 就可以为下一个硅谷 提供所需的能源 这是过去啊 很简单 with these expectations we were very comfortable 那么因为呢 社会对我们只有这样一种期望 所以我们运行过的 还是comfortable 相当舒服 还是很舒服的 但是你要知道 它前面是不是used to 是过去的事情 为什么舒服呢 we are the thoughts of things we think we know how to do 因为它们是一种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认为 我们知道怎么做的 就是找出这个世界的 基本规律 基本法则 这一事我们觉得 还没有问题 可以胜任的 所以日子过得很舒服 但是为什么说 现在不舒服呢 what makes us uncomfortable 现在是我们不舒服的 and what makes it hard to force to tell our kids what we are up to 就现在呢 如果我们要告诉我们孩子 我们今天是干什么的 非常困难的 事情是什么呀 is that in this century we have become no unwillingly grills on questions such as what is the nature of reality 以前只要找出 基本规律就可以了 而现在呢 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已经变成了什么 在中间有插入一点 今天是I really way 我们很不情愿 我们也不会这样 但是呢 这是社会对你用期望值 我们也变成了一较的 guru 这一词呢 是我们现在要考 让你猜 它的意思是什么 on questions 已经变成了这些问题的什么 什么问题呀 what is the nature of reality 现实的本质是什么 这问题多抽象呢 回答起来多难啊 所以现在日子就不那么舒服 不那么好过了 我们先做一下 先做一下第二题 根据上下完 我们来猜猜的 你又是什么意思 tending from the context the word girl in the first paragraph most probably means a person 很有可能指的是什么人呢 a who acts as a teacher and answers big questions act as 是充当 充当一个老师 回答非常大的问题 b who gets wrong answers to big questions 对大问题提供错误的答案 c who does not like to answer big questions 不愿意回答大的问题 b who eager to submit answers to big questions 非常急于的 为对是大的问题提供答案 首先我们排除c和d 怎么排除 请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一段的 当时第二号有个什么词啊 当时第二号 最后一个词是underland 对不对 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 但是没办法 这是社会对我们的期望值 所以呢 我们可以先谈去c 是说不行的回答问题 b说 比如已经说underland 是不情愿 但是请问还有个什么 no 尽管我们不情愿 我们还会怎么样 b也可以排除了 是一个to 非常急切的 但我们是不情愿的 b呢 我们可以根据常识了 把它否定着 提供错误答案的人 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选拟应该是a 他就指某方面的领袖 那么现在头头 已经成为这种学科的道题 我们专门回来的大问题 现实的本质是什么 下一段 we now deal with a whole new class of problems 我们现在呢 在处理的是 全新的一些问题 we ask how the world begin and what is the nature of matter 我们呢 提出问题是 这个世界是怎么开始的 怎么会采取这个世界 和物质的本质是什么 the answer is we are coming up with and that's not easy to come in for the average person 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 后面有定义成句 we are coming up with 还记得这个答案里面 我们在做前面单选的是什么 come up with 我们什么样的答案啊 想出来的答案 我们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吗 我们想出来的答案呢 却并不很容易的 什么 comprehend 就等于 understand 理解 对于什么 an outward person 普通文 一般人来说 这个答案 他们都可能理解不了 so when physicists get out of their cars in the morning have a cup of coffee and sit down in front of their computers believe a familiar world and enter a place where things act in strange ways that are impossible for all the new people to understand 看一下 所以当物理学家们 从他们的车上 早上下的车 到的办公室 have a cup of coffee 喝一杯咖啡 sit down in front of their computers 在他们的电脑前面 坐下来 这里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in front of 和in the front of 有什么区别 我们在后面练习会用到的 如果说in front of the classroom 第一个的话 是在教室的前面 是在教室外面前面的位置 如果说in the front of 是在教室内部前面的位置 比方说黑白就在教室的前方 应该用第一个用第二个 用第二个 说呢 教室前面有棵树 用第一个第二个 用的是第一个 这个问题搞清楚 那么坐在电脑的前面 那么这一时呢 物理学家们就离开了 他们所熟知的世界 就不是家庭的孩子的世界 而进入了一个 什么样的地方呢 室内都是一种奇怪的方式 要运行的 就变成物理啦 物质啦 现实用抽象的概念 而这些东西呢 对于普通人来说是 很难以理解的 这里面呢 这个understand 就可以帮助大家来理解 上面第二个句子里面 划线的哪个词啊 comprehend 根据上下文 上面是comprehend 这句话是understand 上面是avage person 这句里面是什么people 是ordinary people 普通人懂得不懂 我们可以第一题 accounting to the passage in the way physicists are 从那种印象来说的物理学家 是什么样的人呢 inteligent 聪明的 自身高的 be comfortable 舒适的 过去挺舒服 现在不是了 我们提干是are 是现在是 sisting 奇怪的 be unlucky 不幸运的 选择吗 文章文章一开始 就说 你可以有什么 过多数 孩子你干什么呢 我灭火了 你让我治病 非常简单 就把自己的工作 说清楚了 然后请大家看 93号的第一行 93第一行 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I never had this luck 我却从来没有 这么运气 我自己就能干什么 一句话 说不清楚 连普通人都听不懂 我没有这种运气 也就是 我不是那么幸运的 我们是寻言词 lucky 的法译字 unlucky 答一下最后一个 这是第一题 告诉我们就过了 看第三题 which are the following is true according to what the author says about physicists 对物理学校 成熟哪个是对的 A physicists do not like about jobs 不喜欢他们的工作 B They're living in two different worlds 生活在两个 不同的世界当中 C physicists are coming out with new answers to all questions 他们给予旧的问题 想出了新的版 我们说这些问题 就是一些大的问题 没有说old 这样的字样 B physicists don't have to tell people what they're doing 就是不对的 他会告诉人们 他们在做什么 还要帮人们解决 现实的本质 是什么 这样的一些问题 C和B排主 A呢 也没有说 他们不喜欢工作 只是觉得自己的工作 比较辛苦 日子过得不那么舒服而已 答案起来是第二个 怎么来确认这个答案呢 请大家看 全人的最后一段 也就是最后一句话 说下了车 喝了咖啡 坐在自己电脑前 就马上离开了自己所熟悉的世界 进入了一个世界当中 这个世界当中 这个世界面就会非常奇怪 有一个原子啊 之类的东西 两个不同的世界 选择第二个 第四个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是对的 A theoretical physicist only have to answer the basic questions about the world 理论物理学家只需要回答 这个世界的一些基本问题 对不对 基本问题呢 我们在文章中提到的 就是第一个化色的句子 那个时候我们只要找出这个世界的基因法则 就可以了 但是我一再提醒大家 第一个化色的句子里有个什么 ist to 是过去的 现在就没那么容易 也没那么轻松了 A不对 其他用的是完整 现在的事情 我们要说现在的事情 B The medical physicists contributed to the new industry in Silicon Valley 什么意思 理论物理学家 首先请大家注意 下一个 短语就是 contribute to 为什么做出贡献 最后一个是 过去是 他们为什么做出贡献呢 为于 为硅谷的新产业做出贡献 对不对 我们第一个化学就是说 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找出世界的基本规律 并为下一个硅谷提供所需要的技术 那么 下一个硅谷的技术 也是我们提供的 答案是第二个 对了 C The medical physicists have disappointed the expectations of many people 理论物理学家 曾经让很多人的期望时 感到失望 就是没有满足老百姓的对他们的期望 我要求你做的事你没有做到 对不对 肯定是不对了 你看一下他用的是 现在的预计时 表示他已经让大家失望了 这个请大家看九十三页的第五行 九十三页的从第四行开始看吧 第四行的后半行开始 With these expectations We were fairly comfortable 如果大家对我们只是这样的期望的话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舒服 网号 因为这些是我们知道如何做的事情 很简单我们会做 所以呢 我们很容易就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就能告诉你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是什么 所以没有失望 而是给他们满意的答复 C不对 The theoretical physicists have found it hurt to make friends with all new people 物理是在发现跟普通人交朋友很难 其他的普通人只是说 我们的理论普通人很难理解 那答应第二个 第五个问题 What should the following is sure about the job of physicists 他们的工作 哪个程度是对的 It's getting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变得越来越难了 对不对 说以前的日子过得很舒服 因为你知道怎么做 现在日子就不那么舒服了 那么不舒服的原因就是什么呀 现在以前只是需要知道什么呢 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律就可以了 Basic 而现在问的都是一些大的问题 现实的本质是什么 给他们的挑战 要求也更高了 A是对的 B It is beyond the combination of ordinary people 物理系统的工作是超过了普通人理解范围之内的 对不对 是对的 他们不知道 不明白 beyond的超出了什么范围 C A person with average intelligence cannot do it 一个智力平常员做不了这个 但是我们当中没有说 对物理学家智商要求我做高 答案想的应该是最后一个 A和B 所以你看第二篇文章就比较简单了 那第一篇文章呢 全文呢 始终最关键就是一个use to 是过去comfortable 因为我们知道怎么做 而现在日子不舒服 所以我们需要回答一些big questions 你要把这个全文线索掌握清楚 第二句 The modern citizenship was developed by a man who never went to sea 现在的航海运的成绩 是谁 看一下developed就是用得非常好 developed我们都知道发展的意思 还可以指开发研制 是用谁研制出来的呢 是一个从来也没有出过海的一个人说理出来的 Who was prince henry of portugal 看看是哪国家王子 Portugal 普通牙的 西班牙怎么说呀 西班牙是西班牙 The younger son of the part of the king and an English princess 他是葡萄牙国王和一位英国公主的小儿子 Prince harry lived in the 15th century 生活的15世纪 As a boy, he became devoted to the sea 好,这里没有两个词 都是表示智力于什么 现身什么 devoted to 他们现身与海洋 And he dedicated himself to 下一个就是 dedicated to 也是智力于 现身与海洋 所以他的智力于什么呢 Improving the design of ships 提高这个船只的设计 And the methods of sealing them 还要提高呢 很好的技术 In 1416 When he was 22 Henry found that a school for mariners 首先去拿这一方的这个词 他可是动词人形的 他不是过去分词 是什么意思 建立 才22岁的时候 他就建立了一所学校 为什么建立了呢 Mariners 你猜一下呀 和船只有关的 他为了提高的航海技术 所以是为了水手而建立了一所学校 M-A-R-I-N-E-R Mariners 是和海有关的 Mariners 就是水手 给大家讲 submariners 是什么 水下面的潜水艇 To which he invited everyone who could help him 为了一个学校 他邀请了任何一个 他把所有能够帮助他的人 都给邀请来了 给他们出模仿策 包括什么人呢 Jewish astronomers 有仪体的千年学家 你的阿波罗mond 其实不像德国人 Italian Запadish sailors ItalianА是意大利的 Spanish是哪个的 西班牙的学手 还有什么呢 Arab mathematics 阿拉伯的 数学家 和地图的制造者 就是汇图者 他们知道 如果使用比较粗糙的 pending 这个表演怎么解释 是指当时的 当时那个罗盘也很粗糙 不是非常精密的 如何使用 如何去改进当时那种罗盘的 这种数学家和绘图员 都对他进来了 Go呢 就是一个人的什么目的目标 他建立这个学校的目的就是要设计 并且装备船居 后面That引导的是地理船居 什么样的船居呢 Be capable of 表示有什么样的能力 有什么样的能力啊 可以做远 南的航行 而无需怎么样呢 Keep close to the shore Shore的就是海岸 不必呢 离海岸非常近 为什么呀 以前的那个船啊 比较小 剩下的几岸了 装备的也非常少 所以不能离海岸太远 远了之后可能就断了 而现在呢 他的目的就是说 设计并且装备能够 不必紧靠海岸线 而进行远洋航型的船只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的 然后你会发现呢 当表示一个目的啦 之类的短语的时候呢 后面都是一个系统词 加上一个to do something 是表示他要做的事情 下一句 The kettlebell which had designed tick more shells that was longer and a slimmer than any ship that made Kettlebell这个词 你可能不认识 没关系 你可以跟上一想 猜猜猜猜它什么意思 which是分线的 这种程序 也是它帮助设计的 它上面带有更多什么 sail 动词是航行 名词是什么 船靠什么航行呢 靠翻呢 sail就是翻 所以这个船上三就更多 然后呢 更长 sail 你要是不认识 你想想 这个船一旦长 就会显得比较 比较窄 是不是 sail 原来是形容一个人 很苗条的意思 所以船身上比较狭长 When any ship be made 比当时所 就算是任何城市 都要长 要窄 所以他就叫做 这个小堆位的 轻快船 叫做Kettlebell It was tough enough to stand up against Gills at sea 但是呢 你别看他 别看他长 别看他 别看他窄 但是他却足够的 什么 tough 就是 船身非常的坚固 非常的结实 足够的结实 能够stand up against 就是抵抗住 海上的什么 你猜 Gills是什么意思 海上最大的怕什么呀 风 风是大的浪大 所以Gills就是大风的意思 能够抵抗住海上的大风 He also developed a Carrack Carrack你也不知道 你还知道 他肯定也是船 什么样的船呢 Which was a slower ship 航行的速度比较慢一点 但是肯定有一个优势 One better is capable of carrying more cargo 虽然它慢 但是它就能够运送更多的货物 吃水比较深 所以速度可能会慢一点 这种Carrack 指的叫做大风船 它尤其指是15到18世纪初 可以呢 两用 一个是用于商业用途 一个是用于军队的用途的 这样的一种叫做大风船 说的比较慢 这都是他们帮助设计的 最后一段 The world owes credit to Prince Har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raft that made oceanic exploration possible 首先请大家记住这个原语 O credit to 去表示呢 对谁表示感谢归公寓 O本来就是欠某人钱的意思 全世界都欠他们人情 那么它这个事业呢 要感谢 Honey王子 因为什么感谢呢 他帮助开发研究这种Craft 就是这种公寓 什么公寓呀 使什么东西是possible 变得可行性 Oceanic 你看Ocean就是海洋 Oceanic就是用词海洋的 Exploration是勘测 那么他研究出了这种 不必紧靠海岸线的 远洋航行的程序 所以呢 就是海洋勘测成为可能 全世界对此都要对他表示感谢 最后一句 他生活在历史上 最为什么生活的呢 你要知道 Craft和Milligator的区别呀 Seller鼎歌叫什么呀 叫水手 或者叫海员 而Milligator都大了 叫做航海家 像以前学的Francis Tichester那种的 叫做Milligator 你看很有意思 全文的第一句话呢 说现代的这种翻船呀 是由一个从来也没出过海的人研制出来的 而呢 由于他的这种功绩 我们却把他呢 称之为伟大的航海家 这是他的历史上 因此著称的 第六题 Henry didn't know the Gitter was a member of the royal family 你猜猜family 其中的war是什么意思 它是什么家庭啊 皇家的 皇室的 哪个国家的呀 很简单 我们第二行 告诉你是葡萄牙的 所以你就行 最后一个就可以了 你记得 Prince Henry started a school for the purpose of 为什么开放这个学校 目的是什么 A. Happening luminous 帮助水手 B. Improving ship design and sailing methods 改进船军的设计和航海技术 C. Studying astronomy and mathematics 学习天文学和数学 那么这个呢 只是说他请了天文学 当初在那帮助他的学校而已 B. Improving his own skill as a sailor 来呢 提高自己啊 作为水手的技术 他根本就没出过海 我想有同学考虑会选 A. 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在我们第三个化线的句子 是这么说的 In 1416 When he was 22 Harry founded a school for mariners 为水手的创建者学校 但是呢 他是不是水手学校 他的目的是什么呀 目的在前面呢 请大家看一下 第二段的第二行 怎么说的 He dedicated himself to improving the design of shapes And the methods of setting them 这份是他目的 也就是创办学校的原因 反显人家是第一个 第二个 B 所以呢 在做业度理解的时候 如果是目的的话 你就到这件事情的前面去找答案 如果是结果的话 你就到后面去找答案 A呢是一个比较具有迷惑性的干要 好 第八个 The teachers in prince have a school sing to have been 这学校的老师是怎么样的呢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 也是皇室成员 B Astronomers Sellers And mapmakers 有天然学家 有这个 航海家 还有呢 这个汇图者 C Shipbeaters Shipbeaters是什么 是做船 是造船工人 答案想的应该是 这接近的应该是第二个 这些人他都邀请到了 天然学家是哪个家呢 是犹太人呢 然后Sellers呢 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 然后呢 这个制图者呢 是阿拉伯的 第九个 Price had a school to design vessels that could 他的目的是来设定出这样的船只 这船只能够怎么样 A McLong Deep Sea Voyages 能够进行沿洋的深海的航行 深海的 指的是什么意思 文章又没有提到深海 那么大家知道 靠海岸线的地方肯定是浅的 深海就是什么 远洋航行 B Trial faster than those in years at that time 到速度更快 C Explore the coastline of Portugal 去勘探葡萄牙的海岸线 他的目的是小机车船 远离海岸线到远洋去航行 B Cure larger crews and more covered than existing ones 能够携带更多的船员 和更多的货物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应该选的是 请大家看第四个化线的句子 我们的期待不是高吗 不是路地吗 那我们就找第四个句子里的路地 His goal was to design and equip vessels that could be capable of making long ocean wages without having to keep close to the shore 不必紧靠海岸线而做远洋航行的程序 这是他的目的 所以接近答应要是A 10个 Compared with his character world Harris Carrick was 那么你就到文章里找这两个词吧 这个Carrick是什么样的特征呢 在第三段的大核家一行 这个船呢 slower 速度慢 但是却能够携带更多的货物 那么答案显得应该是 C Able to carry more cargo 11 Price Haller's principle achievement was that of 它主要的工具 成就是什么 A making oceanic exploration possible 使呢 对于海洋的勘探 变得可能了 B Improving the compass 改进了指南针 罗潭 C Founding a school for mariners 为学手建立所学校 B Inventing the clipper ship Clipper是快速分圈 这里面还没有提到这个 这个选拟应该是 请大家看全文的最后一段 说这个世界不都要改建它吗 改建它为什么呢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rafts that made oceanic exploration possible 正好和原本是对应的 选 A 下 The best title for the selection is 这个精神的部分 最好的题目应该是什么呢 The first modern setting vessels 第1 P 现代的 翻称 B The millionaire prince 叫做水手 王子 D C Prince Harris Roy in the history of shipbuilding 在造船历史当中的 这个王子 所代表的角色 起达了这个 Roy B The first group of sailors 水手的第一个学校 我们通过来 一直在说这个王子 千万不要把王子忘了 他呢 最后说 因为他做出了一个贡献 全世界都在感谢他 表示呢 他对于这个造船历史的发展 是起到不可谋略的攻击 起到重要的作用 是那些 C 我们休息吧 谢谢大家 谢谢